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腕掌横纹上三横指宽处是内观学 它是调整心脏的药学 每天点按三分钟 可以强行调整心率 缓解胸闷 治疗惯心病 心脏病发作时用力点按一会儿 也可以缓解症状 四 颈椎病 半握拳在掌指关节后横纹的尽头 是后吸学 每天用拇指按揉此学五分钟 后吸学是齐精八脉的交汇学 并同于肚脉 可以调理颈椎 清理眼目 调整脊柱 多一点养生 多一点脚 要养生看黑牛 欢迎收看这期的黑牛养生馆 我是王医生 手脚部位呢 是人体五脏六腑的缩影 如果通过刺激手脚的反射区 来调整养生的话 不但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效果还非常好 体位不限 身心放松 肩和手呢 自然放松 手指做屈伸的动作 一屈一伸为一次 每分钟做90到120次 尽量做到次数最多 脚呢 也可以做同样的动作 这个动作很平常 好处却很多 一 手脚部 都有经络的旗指穴位 与心 大肠 小肠 肺 三胶 肝 皮等都有联系 抓伸动作呢 可以使远端反射性的刺激相关联的脏腑功能 二 抓伸动作呢 可以让前臂和小腿的肌肉群呢 动起来 促进末端的气血运行 改善手脚冰凉的症状 三 综艺认为呢 肝属木 木的特性呢 为曲直 因此呢 曲身的动作可以养肝 揉筋 舒缓情绪 老人经常做这个动作呢 还可以锻炼大脑 预防血酸的形成 锻炼身体 贵在坚持 健康的身体 离不开好的生活习惯 让养生成为习惯 要养生看黑牛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黑牛养生馆 我是王医生 锻炼身体的方法呢 有很多种 今天呢 给大家介绍一个简单易学又有效的方法 垫脚法 身体自然质地 双脚跟病笼 脚掌 长成自然角度分开 两腿并拢 丧其挺直 双手合十举过头顶 然后呢 慢慢抬起脚跟 把重心放在脚掌部 目视前方保持平衡 停留五秒钟 轻轻放下脚跟 坚持每天坐五到十分钟 老年人呢 可以靠近墙壁站立 以防摔倒 注意保持脊柱的挺直 和腹部的收缩 垫脚锻炼呢 对身体有很多的好处 一 补肾 垫脚时呢 可以刺激主体的涌前穴 进而活跃肾经 起到护肾补肾的作用 有效的改善因肾虚引起的手脚冰凉 经历不足等症状 二 护腰 垫脚时可以锻炼到腿部和腰部的肌肉 并刺激小腿和侧腰部的经络 加速血液循环 对于经常久坐久站的人呢 是最佳的锻炼方法 三 防血栓 防静脉曲张 垫脚时呢 小腿后部的肌肉收缩时 会挤压出相当于心脏薄出量的血液 这样呢就会加速脑 心及全身的血液循环 预防血栓和静脉曲张的形成 多一点养生 多一点健康 要养生看黑牛 欢迎收看这期的黑牛养生馆 我是王医生 随着年龄的增长呢 身体各部位的机能呢 都会逐渐的出现老化 尤其是血管的老化 会加速其他部位的衰老 甚至疾病的产生 一 三高疾病可以加速血管的变硬变脆 反过来呢 动脉硬化也会加重三高疾病的症状 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二血管的堵塞呢 会使其供血的脏气 机体的组织等缺血坏死 或功能减退 慢性的脑供血不足呢 还会出现失碎 记忆力减退等症状 甚至枪细性脑组织的梗塞 三下肢静脉瓣的老化呢 会导致静脉曲张的出现 严重的呢 还会影响站立和行走 动脉斑块的形成呢 会影响颅内或心脏动脉的正常供血 甚至影响生命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预防 或延缓血管的老化呢 原地小跑锻炼法 肩膀放松 前臂端起 自然摆动 脚跟抬起 以脚尖为重心 做原地小跑的动作锻炼 每次一分钟 每天三次 注意刚穿上饭时呢 不要做死动作 在做原地小跑运动时呢 会加速血液循环 制造出能够修复 及扩张血管的一氧化氮 并恢复血管壁的弹性 预防了动脉硬化的 多种疾病的发生 多一点养生 多一点健康 喜欢我们的节目 就转发评论 要养生看黑妞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 黑妞养生馆 我是王医生 臀部位于人体的中间部位 是连接人体上下 气血运行的桥梁 经络气血运行的枢纽 盆墙内呢 又有很多的器官 尤其是女性的生殖器官 我们现在的生活习惯 和工作环境呢 坐着多 又缺乏运动 使臀部出现寒 湿 瘀 而导致多种疾病的发生 甚至妇科的各种炎症 今天呢 教大家一个可以改善臀部瘀堵的养生动作 双手四指并拢 半卧拳 使手指与手掌保持一个平面 双臂抬起适当的高度 稍用力的落下 垂打整个臀部 后腰 腹骨钩 宽昏节 以及底尾部 如果发现哪个部位有疼痛时呢 可以重点的敲打 黄内内晶云 经络者 所以绝生死 触摆病 调虚实 不可不通 骨症 筋油 气血 自流 简单的一个拍臀法呢 却可以疏通经络 气血顺畅 而消除多种疾病 值得注意的是呢 月经期间和怀孕期间 不建议做此动作 如果月经量少 可以适当拍打 平时呢 女性也要多注意 臀部和腰部的保暖 做久时呢 要活动活动 可以做着这个拍臀部的动作 以缓解疲劳和预防疾病 多一点养生 多一点健康 喜欢我们的节目 就转发评论 加关注 大家好 我还是你们的老朋友 宁医生 这一期节目 我们聊一聊脾胃 二者有哪些的区别 又有哪些的联系 如果呢 不把脾胃调整好 将来身体会出大毛病的 在身体当中 脾呢 主要负责运化 具体来说呀 就是负责 把消化吸收来的营养物质 运输到全身 胃呢 他煮寿纳和腐熟水谷 就像一个大粮仓 可以容纳各种食物 他负责出加工 知道了二者的区别 就知道了胃啊 喜欢相对粗糙 植物纤维比较多的食物 这样呢 有利于胃的出加工 给大家呀 推荐 雪里红 芹菜汤 雪里红啊 具有宽敞开胃 温中力气的功效 适宜呢 消化不良的呀 纳呆食少啊 习惯性便秘等 病症 芹菜啊 它具有非常丰富的食物纤维 具有润肠通便的作用 由于啊 这个芹菜 它含铁量 也是比较高的 还具有 羊血补虚的功效 二者呀 合在一起 煮汤食用 补脾胃 而不流血 养胃气 而不凝滞 堪称完美 每周喝个两次三次就可以 痞呢 它喜欢精细的食物 给大家推荐的是 麦芽 茯苓软饼 把麦芽呀 磨成非常细的细粉 茯苓呢 也磨成细粉 以1比1的比例 调和好 再用鲜鸡蛋 把它揉合成面团 加上酵母 发酵好 就可以呀 给它擀成扁饼状 上龙屉蒸熟 即可食用 具有健脾出师 羊脾合胃的功效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宁医生 这期节目 我们聊一聊 喝水这件事 我们都知道啊 人离不开水 我们的机体呀 跟水打的交道 最多 到底 你适合 喝哪煮水呢 先说一说 矿泉水 它是啊 从这个地下 开采出来的 没有受过污染 而且呢 富含矿物质的水 你比如说 钙呀 鎂呀 芯呀 锡呀 等等 这些逞离子状态的物质呢 是极易啊 被人体所吸收的 但是呢 饮用矿泉水 不能够将它煮沸来喝 也不适合呀 有这个结石倾向的朋友们来饮用 再说一说 纯净水 它是通过适当的食品加工方法 不含呢 任何其他的成分 就是单纯的水 说白了 只起到了 解渴呀 补充水液的作用 还有苏打水 它是啊 碳酸氢钠的水溶液 呈现的是弱碱性 尤其适合尿酸膏啊 痛风的朋友们饮用 而高血压的人群 就不建议饮用了 它本身呢 含有钠离子 容易引起呢 血压升高 而产生危险 最后说一说 富氧水 水中的溶解氧含量啊 为普通饮用水的6到10倍 通过呢 消化道的粘膜渗透方式 来进行吸收 水中的这种高浓度的氧气 可以有效的啊 补充人体所需要的氧气 简单而且高效 适合呢 运动类的人群饮用 增强啊 体内细胞 携带氧的能力 说了这么多 大家应该知道了 自己适合 喝哪一类型的水 绝对不要盲从啊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大家记住了吗 喜欢的朋友 可以关注 转发 加评论 下期节目 我们再见 上西关视频 关注养生栏目 我们是飞牛养生馆 喜欢的朋友 点个关注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